明耐桑可能要仰賴前面三條線的一個對線棋的破口發揮 他們可能要很早的點掉其中一座塔以後 就用這個破口來對野區的視野 喀威這邊直接被滿月的報酬給拋到 EQ閃 EQ閃 EFT給擊倒了 但是這個閃線套盾救起來 而且Wish拿到了手插沒有 最後是由我們的Chunk拿到了手插 兩邊都是極限的一個閃線play喔 對 我覺得剛剛漢吉這個判斷 這邊爆發一個小型會議戰二打二 漢吉直接殘血傳送過來 他會跳步上來先把Empty給逼出去 但是Wish這邊直接用他的脈衝 把漢吉給收掉 但是勒布朗的爆發也順利的帶走殘血的Empty 確實沒人再被Wish踩到身上 點燃的傷害應該還差一個QR技能轉好了嗎 Wish直接把他給踩死 而且後方立山佐在上路應該是阿鑽想要斷了 來下路做 呃來這個龍區做B站的 哇下路這邊哈尼倫是直接被拋繩給綁住 TOR把人頭收入口袋喔 掉他直接拆掉以後 TOR的滑步上去硬打 漢吉這邊過來 EQ是被TOR的閃電給閃掉 雷哥也跳進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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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方都不是傳送過來 收掉了AD以後 Wish也往前帶走 補助 COR這邊又是被留住以後 分身隔牆要做逃脫 利用一個Juke回身 但是後面還有Chunks在做追擊 奧凱被追到了塔下 最後是帶走了一個人的情況下 血量是同學嘛 然後就翹克啦 然後Wish這邊也來上課 教授生氣了 漢吉這邊感覺要被指導了 生氣了 哇 漢吉這邊可能要重修了 那崔君們又被綁住 TOR也要上來再上一堂課 現在已經是14個章節了 不是啊 那已經死了 我剛剛忽然發現自己表了一下 這邊出發 那卡威這邊應該 教授比拼 這邊直接帶著他的助教 去把教授上路的定位也是有改換 這邊教授生氣了 教授生氣了 看到一棵大樹 教授伐木 Empty助教又來了 助教不要再搶了 助教 Wish又把人頭給收入口袋 他應該是 18成了 哇 哈尼人財氣大學想要硬抓Empty 直接選擇EQ硬蓋 教授在左側的情況下 助教要倒下了 Chunks過來放了一個盾 又吹了颶風 但還是救不出助教蠶屎 因為剛剛的A力 中刷 這邊TOR被綁到 角出了閃線以後 EQ直接把TOR再進行一個擊飛 這個新曲線做得非常漂亮 但是怎麼撤退呢 Empty在後方逼出了Honey Rain的一個閃線以後 Rofus的進場 起源則大絕的自己教授來了 傳說了 這邊被四個人給夾擊 他開啟了反刺券 我想要把傷害坦住 但他應該是不行了 神木要倒下了 這邊Empty應該是要把人頭給收到手上 然後又 鏡頭又帶到了Wish教授 再繼續做追擊嗎 沒有 他要選擇了直接網路 他找不到人 他找不到人 他現在找到人了 他看到佳文是不是 他又R過去 哇 R過去一套傷害打殘了半條 點燃也掛下去 但是勒布朗其實也在 Wish這邊的進場 收到了人頭 但他的R型還沒有轉好 被擴在競技場裡面 這邊終於CD完成 以後 Kawei也不主動的效果 這邊可以幫助團戰 哇 這邊直接搖一踩 教授直接衝進去一打三 秒殺掉了我們的Trash Mellon以後 他坦住了傷害 因為他的等級實在是太高了 再往前踩 利用驚人流出對方 Toro這邊想要先收殘血的喊擊 利用烈焰鐵血的爆炸彈 把他給收掉以後 又是一個瘋芒貫穿 把R型的血量打得很低 再進行一個冷酷進行的滑步以後 旁邊的魔法把Chunks 把Toro給拉起來 開啟了護足颶風 Wish新人轉好以後 再一個R型 也去單抓 抓到了韓吉 掏了他的黑盾以後 反手蓋了一個大絕 Wish在後方的輸出 這一波先進行輸出 把R型的血量給打殘 Toro這邊配合了Wish 拿到了又再一次的成為了傳說 Chunks這邊直接利用緩速 羅姆士也趕來 這邊Trash Mellon應該是要倒下了 直接利用爆血 直接把人流出 讓Empty收入口袋以後 急促兵士向前 有沒有辦法R到人呢 韓吉這邊已經撤退到了 Alty到底要怎麼辦 羅姆士直接閃 沒有教授 直接把Kawei給灌殘啦 不是灌殘 是灌倒了 Wish這邊也沒有倒下 利用驚人 後方的Toro拼命的 把教授 哇 終於把教授給殺了 但羅姆士再一次的進場 冒險前定住了四個人 但是後面的隊友其實都在打主堡 羅姆士這邊應該要倒下 但是主堡已經摧毀了 最後MS依舊拿下了這場